Hello大家好,我是马克西,欢迎来到马克西说澳洲 今天是2021年的8月17日,星期二又跟大家见面了 好久没有更新墨尔本的区域介绍系列了 今天带大家看的这个区非常的特别 这个区有一半跟我现在住的董喀斯意思差不多 就是这种普通的别墅区 那土地大一点的六七百平米,也有连排别墅等等这种形式 但是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区的另外一半部分 有很多区根本见不到的大地豪宅 就是土地的大小都是四五千平米的,非常非常的大 甚至很多情况之下,你在这个房子的外面是看不到房子本体的 也就是我们所谓的深宅大院,要开车进去才能开到 我记得我以前拍的那些个豪宅就有朋友提到过这个问题 就说,哎呀,马特西你这个根本谈不上豪宅 我们概念上的豪宅应该是深宅大院,对吧 你在外面根本是不知道房子里面长什么样的 那OK,我们今天呢就走访一下Donville这个特殊的区域 看一下这种房子究竟是什么样的感觉 那同样呢,我也会分析这个区域的人口分布啊 以及房产市场等等 OK,那下面呢就请随着我的镜头来看一下墨尔本东北区 非常特殊的大地豪宅区Donville OK,那我们首先来到的第一站呢 就是Donville最大的一个shopping town 也就是购物小镇 我们可以看到这边呢有coast的超市啊 除此之外呢,还有很多大大小小的店铺 像这种咖啡馆啊,素食店啊 包括像邮局啊 另外还有一些精品店啊等等等等 包括药房 所以呢,种类是很丰富的 我经常呢也会在周末啊 来这边逛一逛买点东西 其实是非常方便的 那这里呢,离我家也是比较近的 从我家开车过来大概就五分钟吧就到了 那我们看啊 这个就是Donville的这个地图啊 可以看到呢覆盖的范围还是比较广的 但是Donville这个区呢 它有去在哪里啊 就是它有很大的一片区域啊 主要是在这个区域的右下角 是那种大地的豪宅 就那边的土地啊都是one acre land 就是说啊 那边的这个房子 它的占地面积呢 就要四千多平米 相当之大 而且呢房子造的也是非常漂亮的 很有地方特色 其实呢跟附近另外一个区啊 叫Tempestowe也很像 著名的相声演员郭德高先生啊 在Tempestowe也是有房子的 有买房 Tempestowe这个区呢 我有机会啊也会去拍的啊 会介绍给大家 那我个人呢比较喜欢Donville 为什么呢 因为首先啊 这边的话呢 我认为生活是更方便的 华人必要的餐馆啊 还有像这种大型的购物小镇更多 而且相对来讲 位置确实也更近一点啊 另外一方面呢 我喜欢Donville的原因呢 就是他这边的这个价格啊 还没有像Tempestowe炒得这么高 相对来讲呢 比较友好 虽然呢 确实啊 比起我在1617年刚刚观察这个区的时候呢 价格已经是高了不少了 但是好歹没翻倍 就现在呢 你如果说预算可以有300多万的话 300万出头吧 其实呢 在Donville还是可以买到 我刚才说的 这种大地豪宅的 当然了 可能这个房子呢 状态就没有那么好了 Donville这个区呢 其实有一半的房子啊 跟我现在所在的Doncast East 是差不多的 也就是正常的这种别墅啊 独栋别墅 可能土地在六七百 或者呢 就是连排别墅区啊 是没有任何区别的 但是呢 就像我刚才讲的 他也有另外一半的 就是这种大地豪宅 那我们一会儿重点呢 就去看一下 这个大地豪宅区长什么样啊 那我们要注意到一点啊 就是这种大地的豪宅区呢 一般都是叫做 Low Density Residential Zoom 也就是低密度住宅区啊 那什么一个概念呢 就意味着 虽然呢 他这个土地很大 有四千多平米 甚至更大 但是呢 他这个土地是不能做开发的啊 也就是说 你不能把这个土地再分割 然后呢 去给他买地建房 或者说呢 把这个土地呢 去做开发 造这种连排别墅 这个呢 都是不允许的 政府有规定啊 甚至呢 有一些地块啊 还有严格的开发限制啊 比如说呢 他这个建筑比较老了 是历史建筑 你还不能拆 或者呢 这个地块上的这个树啊 你是不能随便乱砍的 等等等等 因此呢 如果你要购买这边的大地豪宅呢 就要有心理准备啊 就是首先是不能开发的 基本上啊 这么多年了 也没有说可以开发 另外一方面呢 就是这一套房 你不可能造很多套房的 所以呢 这边的住户啊 尤其是这种大地豪宅的住户呢 一般来说都是当地人啊 因为你想这么大的地块 对吧 这么多的植被草地 都要去好好的打理 这个呢 其实是相当花时间和精力的 而且我们都知道 我们华人做这个呢 真的是不太擅长 Dunville这个区呢 距离墨尔本的CBD啊 差不多是19公里 所以呢 也不算很远 这边非常大的一个特点呢 就是比起Doncaster这一带 我们可以看到 它的这个丘陵更加厉害 所以呢 地块的这种高低的起伏啊 非常非常的大 我们一会儿镜头也可以看到 有些房子啊 你真的是外面看不到 为什么 它因为这个地块是下落的 是一个下坡 所以呢 房子藏在底下 你在这个街道上呢 甚至都看不到房子 因为它在下面 你们想这坡度有多大 对吧 真的是相当的厉害 那Dunville这个区呢 也被是公认为 绿植非常茂密的一个灌木丛的区域啊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豪宅啊 其实以前呢 很多都是马场 都是用来养马的 那现在呢 都是建了豪宅了 而且呢 有很多都有网球场和游泳池 是相当高大上的 所以呢 我一直觉得啊 这个区域就是一个低调的华丽啊 就是它是这种豪宅 但是呢 不会特别的明显啊 那土地又大 居住起来的比较舒适 房子呢 藏在里面相对比较低调一点 是我个人比较欣赏的一种生活方式 我们可以看到 很多房子的这种围墙 野气的比较高 你从外面呢 想看到里面啊 还真的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情 接下来呢 跟大家说说学校啊 那通过图片 我们可以看到 Donville呢 好的中学是有的 评分呢 也不低 但是普遍呢 都是私校啊 小学方面呢 也有比较好的表现啊 Donville Primary School呢 这个就是一个功效啊 Donville小学 评分呢 也是相当不错的 但我们可以看到 Donville的话呢 教育资源是丰富的 但是呢 比较好的高评价的学校呢 都是私校或者教会学校 那如果你是对于孩子的教育比较重视啊 我的建议呢 就是购买Donville比较接近Doncast East这一端 首先呢 它的中位价本身就比Doncast East要来的便宜 然后呢 因为它靠近Doncast East 所以呢 它的学区呢 很有可能是滑到Doncast East那个中学里 也就是96分高分的公历高中 是很不错的 所以呢 买Donville的房子 你要看啊 两种选择 一种我预算高 我去买大地豪宅 一种呢 我预算少 我去买靠近Doncast East那一端 那边价格呢 实惠 而且还是学区房 所以要看个人的选择和倾向了 我这边呢 看了很多当地人的评价 基本上评价呢 就是几点 一个呢 这边是闹钟起敬 非常的安静 另外呢 就是生活也是很方便的 非常的适合自住 根据上一次的人口普查呢 我们华人在Donville的占比呢 不算太多 但也是有的 占到了12%左右 比起Doncast East的比例呢 相对来讲 肯定是要少了不少 另外呢 Donville这个区啊 它的平均收入啊 每家每户的平均收入呢 也是要高过 墨尔本的平均家庭水平的 达到了2100每周啊 这是一个相当可观的数字 这个也非常正常啊 你们看看Donville都是什么样的房子 对吧 都是这样的 还有这样的 和那样的 那可不就贵嘛 所以呢 自然当地人的收入是相当不错的 Donville呢 这边目前的一个房产的中位价 是将近136万 那平均的租金呢 是500每周 考虑到这边有很多大地豪宅 动辄呢 都是三四百万的价格 那平均下来 这个中位价呢 真的是不贵啊 它的房价呢 从2015年的115万 到现在呢 涨幅也是相当不错 另外值得肯定的一点啊 是在2018到19年 我们公认的房产调整期 整体的澳洲房价在向降的时候呢 Donville的房价依旧在稳步上升啊 非常的坚挺 而且呢 这个区的空置率非常的低啊 只有0.56% 另外值得一提的一点 就是这边的居民家中啊 多半都是有两辆车 可能呢 因为Donville啊 交通不是太方便啊 公交车线路不多 也没有火车线 所以呢 这个完全可以理解 总之呢 如果你要享受庄园生活 又要兼顾生活便利 房价友好的话呢 Donville绝对是不二之选 好的 那今天的内容呢 到这里啊 就差不多告一段落了 不知道大家觉得啊 墨尔本东北面 这个大地豪宅区 Donville感觉怎么样 其实呢 在Donville拥有一套大地豪宅呢 也真的是我的人生目标之一啊 希望呢 通过自己的努力 能早日实现吧 也跟大家共勉 这边的房子呢 真的是非常非常有特点的 如果来墨尔本居住的朋友呢 我觉得这个趋势值得考虑的 价格呢 比起旁边类似定位的Time store 还是相对来讲呢 比较友好的 好的呢 今天内容差不多了 依旧提供两个福利给大家 第一个呢 就是如何和本地中介 打交道的一个原创的文章 这篇文章呢 到本周日结束 我就不再给大家分享了 会更新我自己写的新的文章 给到大家 所以需要的朋友呢 赶紧找我来领取啊 那另外一个福利呢 就是免费的墨尔本房屋估价报告 你只需要呢 把地址告诉我 我会基于当前的市场 给你的房子做一个估价 好的 那我们今天呢 到这里就正式结束了啊 希望大家呢 继续关注我的频道 也麻烦点个赞 那如果你有什么 想要了解的区域 希望我去做具体介绍的话呢 也请在评论区告诉我 OK 那我们下期再见啊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